你做了四年的全职太太 这HR怎么筛的简历 这也能进面室 你好好的在家里相夫轿子 不好吗 非要来这浪货 还是有很多闪光点的 之前的各方面经历 我觉得都挺好的 他和社会脱节这么多年了 早该被淘汰 我们不能对人有偏见 你不要他就来我的部门 我的眼光是不会出问题的 等着后悔吧 好久不见 妈妈在上班 你在幼儿园好好听海诗的话 行了别哭别哭啊 你放了学妈妈就来接你 这么点事都办得好 真不知道来干嘛 这个项目很重要 找一个经验丰富的人 主要负责一下 你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项目给他 他除了洗衣服做饭和会什么 袁总没问题的 行你也从来没出过什么岔子 我也相信你 散会 我看你这次怎么收场 要不我还是算了吧 你肯定可以的 袁总你看 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他来做 下班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人家有自己的时间安排 项目现在进度没有问题 等着吧 到时候达本和合作 袁总就不会怎么说 你不是下班回家了吗 我去接孩子了 那把孩子哄好了 我就又回来了 你这样几天了 老这样熬夜对身体不好 时间不允许就要多挤一下嘛 那忙完早点休息 除了我 我们公司其他人来都不要认识 事成之后必有重见 你连客户都见不到 我看你怎么拿下项目 策划我看了 很不错 拿下项目应该没问题的 这个函数栏蛮腰送给你 算是提前送你的庆功力 那我就用它好好保养保养 过两天汇报项目 拿出最好的状态 好 怎么回事 这都多久了 那个什么全职太太 不是说带咱们公司的人来签合同吗 应该没问题 电话没打通 肯定在路上 不会害怕跑路了吧 这么大的项目给丢了 你给公司造成多大损失 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不会 M公司的人呢 你就准备 王总 没想到你已经亲自来了 这么优秀的项目 我总能不来呢 要不然我要损失多少 我们经理不见你 你回去吧 我是来谈合作的 前面来过好几次了 不好意思 请你不要为难我 哎 你是不是那个张倩啊 王总 你怎么还记得我 你当年那个广告策划案啊 给我的印象可深了 不是最近几年 行业里怎么没你的消息 你们公司有些心胸狭爱的人 好像看不得合作大众意 如果你们公司不要张倩的 你们公司可是挡着他 对了 我公司那个住宠 我已经开了 不知道渊总能聊 说的是你吧 知道跟他 我们开始吧 这样渊总 明天你派人去我们公司签合同吧 因为有些人在啊 我也没提前准备 好的王总 你们公司呀 真是捡到宝 见不来呀 刚刚和他说了好久啊 都不肯定走 好 那你先忙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啊 都可以问我